首先第一 美國政府都不是第一次 就是用它的國內法赤裸裸地干預我們中國的內政 但是我相信它絕對不會吉懲 因為首先它會令到自己的企業界受傷 它自己對香港的貿易的順差會大幅減少 我相信如果美國貿易是去簽署 即是它總統去簽署這個法律 我們國家中央政府一定會作出有力反制 所以我們現在在香港 我們對我們國家特別對我們中央領導有充分的信心 我們也知道我們港人自港高度自治 我們有自己的把握去落實 香港無論發生任何的動亂 我們也都有祖國最強大的後盾 還有直到今天為止我們也都看到 我們香港的執法機關 我們香港的執法的警隊 我們很文明 首先我覺得香港的年輕一代 主要是十幾二十歲的 那麼他們生活和成長都是在互聯網上 他的朋友都是在不同社交媒體上面去交 受那個互聯網有些不實的消息的影響和煽動 目前看見的影響是非常的大 我覺得首先香港應該從特區政府方面 要加強對互聯網的監管 因為這個全世界都知道 這個未成年人我們是要保護 所以為什麼有些網站未成年人不可以上去 那麼未成年人的話呢 我覺得當然他的老師 這是香港的基礎教育 這個是非常關鍵 那麼基礎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心裡也很清楚 首先這個國民性 教育必須要加強 另外的話呢 這個教師的其實在培訓 還有學校這個怎麼落實它的校規 還有香港的教育局 怎麼能夠加強對學校和老師的指導 那麼這些呢 是極不容緩的 我覺得這次發生了那麼多的青年人 尤其是未成年人 尤其是未成年人被煽動去違法 去抗爭 而參與一些暴力的抗爭 我覺得這個是對香港 目前的交易制度 對香港我們的資源 將來的調屁啊 這個確實是需要重新來檢討 向主持人 為了香港 對香港 做警告 還有三年明信